国会下午辩论新预算案措施时,但宾尼集选区议员吴碧宏赞扬新预算案据前瞻性和公平,在为国家寻求新阶段的增长同时,也提供更大的社会安全网。不过他认为,在协助特定群体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。 吴碧宏指出,我国这些年来在环球城市中脱颖而出,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,包括了像其他发达国家或环球都会那样,单身人士和单亲父母数量都在增加。 他们不是工作和照顾年迈父母两头忙,就是得独自肩负养儿育女的重担。 我国的社会支援机制应该有更大灵活性,应对这些新趋势。 吴碧宏也说,如何在应对环球经济局势和满足本地需要的同时,也照顾到社会的不同层面,是我国面对的基本挑战。